是第八次上课 上个礼拜第七次 大概我们就把那个第三类 这个回宣公式计算 然后 这一题的话呢 主要当然就是把那个求平方根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这个 如果你用那个 SQRT的这个函数的话 那你一定要 import这个Math 如果你没有 import这个Math的话 那当然你觉得没办法使用这个 另外一个方式 那如果你不引用Math的话 其实你可以直接把它乘乘0.5 这也是一个方式 OK 而且反而更简单 OK 不过那理论上比较正规的方式 还是建议你可以用用这个第一个方式 因为基本上的话 以后会有蛮多地方会用这个 那如果乘乘0.5的话 也不能说错 不过只感觉有点比较相对 比较没有那么正规 OK 那其他的话呢 再来我们上个礼拜呢 我们还讲到有关这个402 一样是不定 所以第四类的话 基本上 通常都会用到所谓的不定数的回圈 那跟第三类的最大的差异 感觉起来用4 第三类大概用4为圈 那第四类如果是不定数的话 通常会用4为圈 OK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四类比较麻烦一点 他把它定位就是用坏回圈 那也就是说呢 当然我们不但输入几个几个资料 然后接下来如何判断哪一个资料是最小的 OK 一直输入一直输入 当然他输入好几个这个数字 然后呢判断的方法 我举至少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呢 你输入的同时顺便判断 它跟这个前面一个或前面几个 数字比较一下 如果比较小的话 就把它留下来 OK所以这边的话会需要一个变数 也许叫mini吧 那就比一下 留下来 最小的留下来 所以这个方法都一直留下 如果假设你只需要找到一个数字最小的话 用这个方法是比较OK的 那另外一个方法 我比较推荐 你可以先把资料先放在那个所谓的一个串列里面 最小 然后再来的话用那个串列 那个list里面 有一个这个方选 一个函数就是叫mini 就是mini 有点像Excel里面 你把资料先输入到Excel里面 再利用Excel里面的mini 然后去判断哪一个最小 不过我是觉得 那台线比较大 因为你放在list里面 除了可以找最小的 你可以找次小的 可以找把它做重新排序都可以 所以其实 如果你要做的事情 复杂度比较高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放在那个 所谓的这个list里面 这个当然我云端上其实都有解答 所以你要找的话 刚刚看到这个310 然后再来就是402 不定数回圈最小时 那我刚刚讲的方法 一有没有 就是做一个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当然呢 就是当他如果是999 就break了 所以不定数 特别是一定也是用到所谓的画尔回圈 那如果不断不断让他输入资料的话 那就是画尔以茂 画尔以茂蛮万用的 以后的话 反正你开头就写画尔以茂 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就让他输入 输入的话呢 当然当这个输入的值 如果是999的话 那就break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有画尔以茂 写在程式里面的话 那你一定要有一个break 因为如果你没有break的话 那你就会变成无穷回圈 而且这个break 一定也要有一个逻辑判断 而且这个逻辑判断 你一定要能够有可能 OK 你不能说你给他一个逻辑判断 然后最后永远不会为true的时候 那当然就会是无穷回圈的 所以特别注意 当他这个a的值输入的值是99999 就是有有四个9的时候呢 那就break 反之的话呢 当然我们可以 我本来是写else 或者你可以就else里面呢 再做一个逻辑判断 那如果你懒得再多一个这个if的逻辑判断 你可以用lif OK 如果lif的意思是说 如果那个最小的比输入的还小的话 mini大于a的话 输入比较 那我就把什么把a的值呢把它放到mini 当然呢 反之如果他这个输入的值比mini大 那当然相对的就 就当然是直接跳过了 就不会做输入动作 OK 所以最后再把这个mini的值给clean的出来 OK 因为他程式其实也没几行 但是每个地方都很重要 OK 如果考试的时候的话 那你就要很流畅的把这样的逻辑写出来 这是方法一啊 方法一 不过方法一能够解决的问题 相对是比较少一些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要做一些相对的复杂 不只是求最小值 可能要求最大值 可能要求第几大的 或者是等等的相关的其他的应用的话 那我比较推荐 你可以用list 那这个list 这个范例里面用list 有一个很重要的使用方法 就是人家e-sale e-sale很简单 它已经开给你 你开启新的空白的这个档案的话 它已经那个list都帮你弄好了 但是python 跟这个e-sale里面最大的不一样 那个python你必须要自己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要先建一个空白的list 如果建空白的list 程式就写这样就可以 list 这个list1 我习惯就取名 反正第一个就list1 第二个就list2 一下来一退 然后呢 建一个空的list 建一个空的清单 是中多阿胡 ok 然后呢 再来的话 后面如果你要把清单资料放进去的话 记得呢 一定要用这个append 把什么东西放进来 用append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把资料放进来 放进来 ok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利用那个 这个python里面已经内建一个函数 叫mini 然后把list 呢 瓜糊在里面 这样求得的就是最小值了 哎 两个方法 那当然呢 以我的角度啊 我建议你可以把第二种方法 可以把它熟练 因为未来蛮多地方呢 都会用到方法二 为什么 像网路上你要撈资料 撈下一次要放哪里 通常还是放到list 或者是你资料库撈资料 比如说你要撈哪一栏哪一栏 那你要放哪里 还是放list嘛 对不对 或者你外部读档案 读进来放哪里 还是放list 所以我还蛮建议就是 你一定要把方法二 也顺便学一下 ok 因为其实当然这是 针对证照考试啦 不过我是觉得 你可以顺便利用它的范例 来学习python 其实会相对的 也会比较全面 而且甚至它的问题 其实蛮多元的 ok 那再来的话呢 404的部分呢 是这个数字 反转 数字反转的话呢 那当然方法 我们还甚至做了好几种方法 1234 哇四种方法 里面的话呢 方法就是 其实这个逻辑很简单 比如说我输入一个31283 就把它颠倒叫38213 把它输出 那我当然举了几个方法 什么方法呢 要不你就把什么呢 我的习惯 把它当成文字来看待 我输入31283 input进来的话 假如呢 我把它当文字来看待 文字的话就前后双女号 假设这个是一个文字 那我可以切什么 先切最后一个 再切倒数第二个 一直在一推 切完之后呢 再分别输出的话呢 就把它颠倒就放 这样就完成了 那当然呢 解的方法 我上次有没有讲过了 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常见到的 你要如何把一个字串 做另外一种方式的配置 这还蛮常遇到的 因为你可能输入的资料 你要的资料可能在某个部分 你要把某个部分的资料呢 再把它做其他资料的串接 就会一定用到类似的方法 那如果说我今天输入一个资料 输入input 31283 输入之后的话呢 我这边是有先建一个空的一个 四川变数 叫S 然后呢 他这个是做什么呢 他是自己串 串什么呢 他自己本身怎么样 去串呢 这个数字哦 那哪个数字呢 意思就是说我当然要反向 反向哦 反向输出 反向串接 所以我可以讲 先把第三个 先放进来 OK 所以这边就要反向哦 反向的话 那我怎么反向 我要先抓什么 他的编号呢 一定是数字 特别是从0开始 01234 很难写哦 01234 那所以呢 我今天要抓最后一个就是4 那我怎么知道 这个位置是4 特别是哦 我可以用l1n l1n是算它总共几个字吗 总共5个字 5个字 可是问题把它4 那我可以什么 把它减1 那就这个4 意思说从第四个字开始 到负1 负1的前一个就0 哎 意思说是哦 4 3 2 1 0 哎 记得后面一定要是 减1 减1的话一定是越来越少 OK 那我就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A 特别是用输入的这个 这个字串 原来是A嘛 如果我要取得这个字串 里面的第几个字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个I放进来 所以它第一个会取得4 有没有 4的话就什么 3嘛 3再跟这个空字串 所以串过来的话呢 它基本上里面放的就先放3 然后再变 再下一个就是 再来就下一个3 然后3的话就是把8也串到后面 有没有 然后再来就2 就把2串到后面 再来就1 2 最后的话呢 就把这个S给print出去 OK 反向串接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主要是了解什么 了解就是说你那个文字 如果你要取第几个字到第几个字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串接 比如说一个文章 读进来说 我要取得某部分的资料的话 其实逻辑也跟这个一样 甚至你还可以第几个字到第1 用烟帽后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今天要取什么 取那个2 假设 我如果要取这个文字 举例来说 比如说我要取什么238的话 其实它的位置是在012 2到4的话 所以你可以讲 A 以后如果2到4的话 你可以叫2 冒号4 这个方式取出来的就是238 OK 特别注意哦 以后如果你要取某一部分 因为你有时候读资料 读档案进来的话 你要取的不是全部的字 而是说你要取这篇文章里面的某部 买一个位置的资料的时候 那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哪个字到哪个字 开头第一个字一定是0 OK 那其实我们还可以配合那个检索 用find 其实在那个 Python里面有寻找函数 也可以寻找 比如说我要找某篇文章 里面有没有哪一些关键字 我把它取 就像Google一样 找到资料之后 把那部分呢 它会先显示一部分给你看 就可以用类似的方法 其实无论是Google也好 无论是Facebook也好 其实它们有很多部分的程式 都是用Python写的 OK 所以其实这部分的话 提供一个参考 那上个礼拜就反转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 还有一个简易的版本 这个版本 其实道理跟上面一样 只是说我在第三种解法 就没有S 没有S等于空字串 没有这个 一样可以做出结果来 OK 那这个当然就是直接 我得到一个字 我就输出一个字 我得到一个字 我就有点像 我没有暂存在一个变数里面 也就是没有串接之后再丢 是说往后得到一个字 就丢 一个字就丢 那两个方法其实都可以 只是说一般比较常写的方式 通常还是用方法一 因为一般习惯 我们逻辑说 我如果要输出一个一串资料 那我可以怎么 先把它先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 放完之后再一起丢出去 有点像一个暂存的概念 OK 至于写法 你会发现 你看同一个题目 至少有四种以上的解法 也就是说 其实说真的 城市里面 这个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真的不同的人想 都会有不同的解法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也就是说 这四种解法 不见得你每一个都一定要学习 都一定要学会 我是建议你可以找一个 对你来说 是最容易的这种解法 你可以把它稍微 就记那种就好了 至于另外几种的话 就等于是备用的 OK 不一定说每个解法都要会 OK 我是建议你可以 学一个你觉得最容易 最相容的一种解法 甚至如果你还有可以改写成 你自己写出来的那种解法 是最好 因为是你想出来的 如果你自己想出来的那个解法的话 那基本上 就最不需要动脑筋 马上就可以直觉的写 因为像我 比如考试 我其实我每一题都全部都想 用我自己的方法去想过 所以我只要看到题目 我就很直觉了 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那个解法 而不是想到别人的解法 因为如果你想到是别人的解法 你要背 你要记 但是如果你是自己想出来的 根本很直觉 像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所以我很熟悉 OK 所以建议各位 也许回去可以再把题目 稍微看一下 不见得一定要照我的这程式 就是来写这个程式 OK 那404 那今天的话 我们接下来看这个406 OK 不定数 所以不定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想到 就画一帽号 有没有 画一帽号 再来什么 当他呢 输入负999 表示结束这个回圈 OK 这题目 在这边 你可以自己稍微看一下 那输入完之后的话 我们输入的资料的话 就是输入一个身高 输入一个体重 那再帮我把BMI 刷出来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然后呢 并且 告诉他目前的BMI 他是位于哪一个这个state 哪一个这个标准里面 OK 那他有一个BMI的值 也就是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都就需要做那个if的多重的判断 如果他BMI只是小于18的话 那就是输入这一个 反之这个 依实类推 OK 那我要怎么去把这个程式给写出来 这边你看 输入17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老王 我这边已经写好一个 类似这样 你可以try的时候 你可以 假设你写好的话 你就输入176 Enter 这个 怎么 这里 我再浪一下 OK 假设我输入176 你直接就print结果 现在执行的是那个 执行的是 他执行到404 OK 如果说我今天按照他的题目要求 比如说我输入什么 输入176 然后再80 也就是身高体重Enter 他就帮我把这个 没有发现 这底下这两个 这就是他print出来 这个是input 这个是output 他要的 OK 那还没结束 因为画一帽 一直跑 170 Enter 100 Enter 这又是一个 也等于是 就是说 不断的输入身高体重 然后 除非我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9999 OK 也就是当这个条件如果发生的话 那就break掉 OK Enter 这时候的话 那程式就结束了 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请各位先把406部分 题目稍微了解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当然这一题 开头一定也是画一帽 所以特别注意 反正你不定输的话 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写法 就画一帽 但是你要记得 一定会有个break if什么 if你a 假设等于输入的结果是-9999的话 那就要break OK 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逻辑判断 OK 所以 这个地方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让他什么 当他输入 要给他输两个值 一个是身高 一个是体重 按enter 就是这两个输入完之后的话 那他就会算出bmi 并且 把 这个他最后的到底他bmi 是 的结果 底下来把它列出来 不定数 那直到呢输入-9999 就跳离 OK 这个程式 该如何撰写 OK 请各位试试看 最好是可以自己把那个程式的头啊尾啊 如果可以自己都把它写出来的话 那表示应该OK了 其实如果你画了回圈也能够很熟的话 基本上对Python的应用 我想应该至少有那么一定的水准 那其实程式员啊 我觉得最难的部分啊 就是画回圈 我发现啊 我印象中我以前学画回圈真的是也是很很花脑力 费了很大一番功夫 那其实就负回圈啊 不过相对的一般的使用的频率来看啊 其实我感觉还是负回圈会多于画回圈啊 可能我已经我 我们通常资料是有一个固定范围的 所以也许负回圈会相对的用的机会会比较大 那所以这部分请各位好先试试 试着把这个406OK 先把它试试看 那其他的话上个礼拜310 然后402的话 也试着有点复习一下 至少每一道题都能够把它做熟 OK 试一下